《青花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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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谭先生介绍一下今天的奖品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作品是由优质的南红玛瑙为原材料 它是一种冰漂料 所谓的冰就是它的支地晶莹如冰 它上面漂了一层红 所以叫漂 我恰恰利用它的红的一点呢 掉了一个梅花的枝子 底下附了一支将要飞醒它的喜鹊 所以寓意叫洗灵梅 祝愿大家洗气灵梅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这个在市场上应该是价值不菲 那么谁会希望得到它呢 必然是我们今天的两位对阵嘉宾 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著名演员 我们欢迎娟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欢迎霍清 非常高兴来到一锤定音 谢谢 两位来到我们这儿蓬毙升会 而且是我们这儿第二次蓬毙升会了 头一次来的时候 两位对阵的结果 是谁赢了来着 不告诉你 娟子老师赢了 我们请霍老师分析一下 为什么当时她赢了呢 因为我大意了 没有 她让着我 没有 这个大意识荆州她不是您啊 她是关羽啊 不是 鲁肃没干这事啊 是吧 对 这个 有一关难过呀 所以我们都失去这个荆州了 哎呦 太谢谢你了 我没有那么美啊 今天掐指一算 祝你成功 好好好 关键是要利用好我们现场的优势 实际上我们每次现场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十位高餐 十位高餐来自各行各业 在收藏方面 颇有造诣 欢迎今天的十位高餐 欢迎你们 喝手水 真结合 本节目由财经频道指定用水 金麦朗两百开 赞助播出 今天我们同样会有四组宝物 每组宝物都有一件描述正确 一件描述不符合事实 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火眼金睛 把它找出来 并且准确估价 好了 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组 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这件青花观音立像 宝主认为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 磁素名家曾龙生造 这件作品一代传统磁雕的繁复 线条刻画精简 开脸端庄 青花用力读到 用水银润 报价二十万元 这件连年有余 青花童子百见 宝主认为是棉国时期 景德镇出场 柴瑶烧制 童子脸部表情憨态可居 丰收的喜悦 尽显无疑 报价两万元 两件青花瓷素 风格近似 年代不同 究竟哪件才是与描述完全相符的呢 第一组是两件瓷器 请十位高参 现在就做出今天的第一轮选择 你们认为哪一件的描述是对的 我们也请两位上前观看 来 有请 选错了不丢人的 五号经常错 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是吧 五号您还在干这个行业是吧 耽误了多少人 好 谢谢各位 我听一下两位第一印象吧 要从整个的这个器物的造型说 这个感觉的很漂亮 但那个又感觉的非常小巧可爱 这就是他们的性格特点 对 是吧 娟子老师可能更喜欢那个 观音的那种 那种柔美的 他喜欢那个跟你没关系 我也喜欢观音咯 然后我觉得这个年年有余吧 这小朋友修饰感太强了吧 修饰感就是显得有点造作 他还画着什么红嘴唇 小朋友们唇红齿白的 琢磨琢磨 我们看一下十位高参的第一选择 有四位认为 民国连年有余青花童子百戒描述正确 有六位认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青花观音立项正确 我们接下来来挑选几位高参来发言 我们看看各位高参写的关键词 有的高参说富贵 有人说肥美 肥美 你这像一个妖精说的话 一个妖精 见到了一个小孩 这个孩子真肥美 十号写女孩 你都看出是女孩来了 好 霍青先生选一位高参 我选一号老师吧 一号 我就觉得观音 这个拿上来就是比例就特别协调 看着挺美的 谁啊 就这个 小孩还没发育呢 你这玩意 你能要求什么比例啊 是吧 娟子选一位 六号 古玩店主于燕辉小姐 我选的是那小孩 因为我感觉他特别灵动 特别童真 就做出来了那个制真的那种 那股劲了 对于他的这个描述 是完全没有疑问对吗 对 好 您再选一位 五号老师 好 这个五号我们讲一下 这个小孩口感怎么样 好像人参果 人参果差不多 您真的是振元大仙的 观音描述的太具体 时间比较窄不宽泛 我怕他出在这儿问题 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就是十年 就十年 就十年 对啊 所以他这个就是太绝对了 对 太 证据不足 是吧 证据不足 容易 我们再调一位 有没有反驳他的 觉得他说的 七号 来 七号说抓鱼 你看这小孩成精了 你看看着 画着红嘴唇 瞄着眼线 还闻着眉 就是说这孩子是妖精 哎 成精了 真的 绝对是 红孩儿 后来就被他收了 哎 没错 没错 他俩是 一个系列的 一套 要买就买一套 两位觉得我们今天高三的水平怎么样 不是你们俩是在后面准备好了是吧 没我不认识他 专家都无语了 好 接下来两位 请用按键器做出选择 我们来看一看二位的选择 他们都选择的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青花观音立像 这口是心扉 你们俩最近是不是都在拍谍战剧 两位还是同学是吧 对 所以其实你们这个学识水平应该是差不多的 反正要错都错 是吧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宣布 第一组两件宝物之中描述完全符合事实的那件 是 是 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青花观音立像 恭喜二位 好眼力 太厉害了 换句话说 这一件所谓民国连年有余青花童子百戒描述不对 问题在哪里呢 请教杨静荣先生 这件东西问题是在描述不符 不符在哪啊 他讲的是民国柴咬烧 那前面都对 就是那时代定的有点问题 因为在景德镇啊 一直到解放前 都还在用柴烧 在清朝晚期的时候啊 推广用煤 节约燃料 新中国一成立 技术也功科过关了 然后就在整个景德镇全力推广 所以基本上就没有在用柴药烧的了 但是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呢 保留了一两个 专门用柴药烧的这个摇炉 那这件产品它是 这件产品就是解放后用柴药烧的 那个外销产品 准确的年代应当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 其实我们熟悉的去看一些标准器的话 这个开脸就很明白了 对 好谢谢 谢谢您 好 说起来很复杂 但是老师讲一讲 我们知道会怎么去了解它 是吧 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市场价格 它的全称是曾龙生款青花观音立像 给大家介绍一下 曾龙生江西省封城县人 是中国陶瓷美术大师 所以这是一位顶级的大师的作品 我想两位这眼灵还是不错的 他现在到底应该值多少钱呢 我估计怎么不得个十五六万呢 至少也得十五六万吧 吓死我了 接下来请把你们认为合理的价格 用按键器输入 你看人家娟子老师多么果断 选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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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透露一下 按了七下 我们来看看这一轮 霍青先生对于这尊观音像 给的估价是 十万元 看到这个价格之后 娟子老师面沉似水 略少了一点 少了一点 我们来看看娟子给的价格是 九万五千五百元 这个像一个商品的价格 本国物价局干过的 没有 两位的价格非常接近 相差不到五千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排卖公司 和一家股完成 对这一尊增龙生款 青花观音立像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五万元整 更加接近的是娟子 恭喜娟子 加一枚钻石 五万元的估价 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 杨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解放前的时候 景德镇最有名的 叫朱山八友 基本上全是做瓷器彩绘的 他们的作品 现在要拿出来一个瓷板 差不多全都得百八十万 曾龙生在景德镇做雕塑 就是属于一把手了 为什么这个价格上不来 其实它东西做得非常不错 景德镇这个雕塑 它是做出模子来 然后拿模子 一个一个做 里面它就成批量生产了 那这批量生产以后 你这价格就低了 曾龙生里边拍卖 价格最高的是 叫杀红柚的鸡 那个一对才卖了四十多万 所以这个雕塑的价格 那它就上不来 那可不可以判断 现在它的价格还是比较低 就是以后还有空间 瓷器的破损率 它的这个生殖空间 肯定还是有的 我觉得从美学上来讲 也是这样 这个青花观音非常独特 素雅淡静 我觉得比那个粉彩 感觉要好得多 应该具有升值潜力 好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总结两位老师的一句话 你值得拥有 好 第一轮结束 两位的比分 一比二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轮 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宝主认为 这是一件民国牛角印章 刻有缝隙军饷四字 刀发明快流畅 印文清晰 牛角印章 是中国特有的 最古老的传统印章材料 天然的牛角 经多年的自然风干制作形成 坚固耐用 宝主认为 这件寿形古玉 是宋代流传之间 古寿半吨半卧 造型汉厚 与宋代流行的古寿造型相符 周身岁月痕迹明显 古玉瑞寿 因为认为是祥瑞之物 而受到藏家喜爱 两件苍铁其中一件描述符合事实 您来猜猜看 第二组两件宝物 应该难不着咱们 这个经常演古装戏的演员 是吧 我们在古装戏里边 这两样东西作为道具 应该还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请十位高参 写下关键词 并做出你们的判断 你们认为哪一件的描述 是靠谱的 红色台子上描述为 宋代寿形古玉 蓝色台子上描述为 民国奉西军饷牛角印章 两位现在心里 是不是跟明镜似的 我看这个娟的老师 是胸有成竹 那您呢 您先发表一下观点 来霍老师 您认为哪个队 我觉得那个玉石 他那个感觉的很 很温润的感觉 很宋代 宋代哪皇上哪朝的 是不是跑到那个北边 那个被人抓起来 那个皇帝 宋徽宗 你看他那个样子吧 就很凄惨的样子 就像当俘虏的样子 对 他把星星都拿起来了 您什么意思 我在威胁他 什么叫凤西军饷 您想一想 凤西是个地方吧 是吧 凤化的西边 凤化西边 蒋介石老家 那边发军饷用的 他是牛角做的 牛角 刚才居然老师问我 半天说那眼 干什么用的 对 我问他那眼 红封 穿个绳挂在红 还是脖子上 对吧 对吧 你看那个 我们过去 去银行办个什么存款 我们的印章 不是挂在钥匙串上吗 挂腰上 对啊 这个也一个道理 比方说 发想官 脖子上挂一大串 这是凤西 这是凤东 那是凤南凤北 是吧 不能弄错了 有道理 有道理 我们先参考一下 十位高参的看法 来 看一看 十位高参是怎么选的 来 三比七 只有三位选的是 宋代的 这个 兽行古语 有七位 选的都是民国 凤西军饷印章 捐则先挑一位 听一听她的看法 六号 六号 余燕辉小姐 写的是一个凡字 您为什么凡啊 就是那印章刻的 他叼的是比较繁琐 就比较符合 那个民国时期 那个时候的那种东西 所以您认为 她是对的 对 霍老师您觉得 六号说的有道理 给我很多启发 哦 我先不说啊 好 您也挑一位 请五号老师说吧 您挑猎犬 猎犬 感谢信任 这个我看着 他确实就挺凶的 跟那个 斗狗里那杜高掌的 差不多 特凶 你看那牙齿上 古人能把他 叼这么凶恶吗 是不是镇宅用的 这东西 金兵见了宋徽宗 就这模样 好 两位高参的意见 是一致的 刚才有三位 是看好这个 我们听四号说一下 好吧 樊文京小姐 这个鱼怎么样 他身上有毛孔 所以我写了毛孔 他就跟人的皮肤一样 因为只有新疆 鱼龙喀什河里的紫料 才会有这种毛孔和皮色 就这个料子是和好的 是吧 对 我们听一听听另一位吧 常见小姐 说说您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 自古以来 这个 所有的这个 镇宅辟邪 包括这个 护身保平安的兽类 都是很凶猛的 争鸣的 对 几乎可以形容 面目全非 也是符合 他那个年代的 这个特征 您觉得这样的 一个小把劲 从宋代到现在 一直在外边 吹着风 是吧 有可能是 早年间 就是历经风雨之后 后来被民间的 简陋收藏了 也有这种可能 接下来 请两位 做出第二轮的选择 二位认为 哪一件描述符合事实呢 我们看一看 两位嘉宾 在这一轮如何判断 来 霍青选择的是印章 娟子选择的是 寿行古玉 我一直是看着他 摁的那个选择 你想学他 怎么不一样呢 谭先生 反正他们已经选完了 您给点专业意见 您是做浴石雕刻 从玉的感觉上看 它的沁色 有点像 真的 沁色像真的 对 它的质地比较软 您现在心里觉得怎么样 更没底了 没底 那个印章 为什么是真的 你看 刚才六号 这个老师说 他说了一点 启发我 就是说 你看那印章 那么多密密麻麻的 那个花纹 是干什么用的 防尾呗 防尾线 对 知道吧 好吧 我们首先揭示一下答案 我代表本栏目 我代表本栏目专家宣布 这一轮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符合事实的那一件 是 是 民国凤析军响 扭脚印章 扭脚印章 扭脚的老师让就 加一颗星星 我就依扭脚老师的意思吧 二比二 可能他不是宋代 可能他不是古裕 可能他不算兽型 他到底算什么呢 请教一下 施俊超先生 如果是玩这个古裕的话 明清啊 就是 包括宋啊 唐啊 包括战汉呢 他都有他自己的风格 第一个呢 他这个腿呢 稍微有点立起来了 还有呢 第二个呢 他这有点羊头 这都不是当时宋的风格 宋呢 是一般就回头瘦比较多 有点 再一个呢 就是从他的这个 沁色上来看 他应该就是 更晚一些 就比如说 清仿 清仿 如果说 要说是清仿 唐可能会更 这个准确一点 唐代的形质 对 玉质怎么样 玉质 说实话差一点 我们都知道 何田玉呢 就是说 他以这个温润细腻 凝质为好 还有一个白 这个料呢 你看他的沁色 就是很深 那么这么证明什么呢 证明他有点古质疏松 比方说 这在潘家园出现 怎么也能卖多少钱 您觉得 这个 反正我觉得 可能得值点钱 得搁在柜台里边的东西 是吧 对 没错 好 大家自己琢磨去吧 谢谢施老师 谢谢 好 也是一件好东西 描述 不太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 刚才描述正确的这件宝物 这是一枚民国奉西军饷牛角印章 那么他应该现在能值多少钱呢 两位各挑一位高餐 来给自己一点建议 霍老师先挑吧 下边 全都是古安店 不是 你们刚才恰好把古安店主全摘出来 全摘出来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他们肯定都是 树叶有专攻 你比如说你问他瓷器的那个店主吧 他是卖玉的 你问他玉的那店主吧 卖字画的 他是卖字画的 对对对 有这种可能 来吧 二号吧 好 二号 给大家介绍一下 二号高餐 斯一文是一位大学生 二号说一下你的观点 我爸爸他特别喜欢收藏 那就行了 我在他店里面看过 就这些他一般 没有特别高的价钱 一般都是 您说您在他店里看过 对 您爸爸的店里 对 古安店主的女儿 接着说 接着说 还是没跳出古安店 一般卖在 九千到一万左右吧 最贵的 来自一线的价格 那个卖九千到一万 是吧 对 那那个 进货我就不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事 来 娟子选一位 九号 凤夕军饷 发军饷了 有钱了 能不得劲吗 这是一枚财务专用账 对 对对 对吧 我感觉这枚印章 应该在 十万左右 这个进章值多少钱 你看他当时发钱的时候 有多少钱 得考证一下 他当时 当时 他的这个财务权力有多少 对 您现在想明白 凤夕是哪了吗 还真不知道 凤夕是哪啊 您看叫凤的地方 浙江的凤化 对吧 这个沈阳叫凤天 凤杰 凤杰 四川 是吧 你算哪之前吧 好了 两位 请边琢磨 边用按键器输入 你们认为他合适的市场估价 太难了 哎呀 娟子老师 我特别佩服你 雷厉风行 每次都在他前面 没压力 我就瞎猜吧 您压力大是吧 压力大 那先看您的 我们来看一下 霍青先生 这一轮的选择是 他认为这杯印章值八千零五元 八千 太少了 太少了 娟子老师很有意见 出了一平米的价格 我们来看看 娟子给的价格是 你看见没有 五万五千五百一十一 那个专家点头了 施老师为什么点头 他家在六环边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拍卖公司 和一家古完成 对这枚 凤夕军响牛角印章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八千元整 这五块钱给你了 好吧 家也没情形 恭喜你 谢谢 谢谢军和老师 鼓励我 今天到现在为止呢 其实印章这方面 还没有哪位高三 说出他来龙去脉来 金老师 就是这凤西啊 应该是相当于 现在的辽西 辽西 因为沈阳称凤天 辽宁省也称凤天省 所以呢 凤西应该是辽宁省西部 当然那个地儿 就是张大帅的地盘 没错 当时呢 就是民国的时候呢 这种张呢 很多 山西那些票号的 用的基本上 都是这类的张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过去啊 牛角这个材质 比较普遍 它这个立书 然后四个字以外的三层 各个层次 都是用的不同的花纹 就是你要打出来 这个印样 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过去 在这个财务上面 对于这个事 是很谨慎的 尤其是字画上 这金老师应该知道 每个人的张 他都会有自己的手法 包括小记号 叫什么 叫破残 他这个呢 也是用到了 这个手法 就是方伟 为什么是八千块钱呢 首先来说 像这种牛角呢 应该是当时的一些 水牛角 比较大 其实也比较便宜 对 材质比较便宜 再一个就是什么 存实量比较多 他贵就贵在了这个 是发军饷上用的财务专用章 要如果再考证一下 他的历史 是哪个部队用过的 对吧 当作林嘛 哎呦 那太厉害了 是不是 叫什么 黄孤屯储蓄所的专用 对不对 盛老师 刚才说了 说这打出来挺好看 是吧 对 他这个 应该是印样出来之后 很漂亮 我们打一个大家看看吧 打一个音样 这是一个小纪念品 好 那由我来传递给两位嘉宾 来我们节目的小纪念品 这不是每期节目都有印章的 这个请霍老师好好收藏 好 谢谢 人类文字产生之前 印章就已出现 图形相对简单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 两河流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印章 包括古埃及 古印度 古罗马 都有不同规模的考古发现 印证了印章在世界范围内 曾经的辉煌发展 我国是至今唯一没有中断印章流传的国家 直至今天还在使用 那么中国古代使用印章的文化 是怎样延续至今的呢 可以说 印章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随着社会经济阶级的发展 由最初的平线工具 演变成代表权势等级的标志 最终分化出代表文化发展的艺术形式 印章在我国古代有过各种各样的别称 喜 印线 祭 官房等 有尖 盐 铜 锡 脚 牙 石等材质 前代只有皇帝的印章称作喜 并且用玉雕刻成 全臣不得逾越 印章制使一代有一代的规格 到了汉朝不仅材质大小印钮 印章的印文和售代也有了规定 充分表现了等级制度的森严 随着元代官印与司印的分离 印章也就发展成为一种艺术 官印刻官职名称 司印刻私人姓名字号 除了中国外 其他国家的印章 都是在文字消失后逐步消亡的 唯独我国一直沿用至今 现在的比分是三比二 这一轮稍微领先一点 稍微领先一点 下一轮再进再厉 墨色 涉色 说话投资应该偏向哪方 如果涉个浅价 可能就会多卖十万个钱 保主一见钟情的冒筒 多年后能否超出预期的升值 这样的人不是太多嘛 是吧 一锤定烟 精彩继续 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组 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保主认为 这是一幅胡佩恒所作墨比山水图 胡佩恒因祖辈经商千居北京 曾在北京画院任职 自幼喜好绘画 后得山水画名家指点 大量联摹古画 也喜欢长游名胜 因而将中国山水的精粹收入画中 保主认为 这是一幅阎伯龙所作 涉色花鸟图 阎伯龙是民国时期 著名的花鸟画家 师从陈诗增等人 他不喜试图 只想做一介不一 随潜心作画 曾被聘为北京师范学校国画教师 两位经济画坛鼎鼎大名的人物 两件破具代表性的经典画作 究竟哪一件才是真的呢 好 请十位高餐 现在就做出选择 并写下关键词 可想而知 这一轮九号可能会成为两位争抢的高餐 因为现场唯一的画家就是九号 当然九号刚才的股价非常不高谱 大家要小心 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位高餐这一轮的选择 请看 三比七 有三位认为胡佩恒莫比山水化为真 有七人认可阎伯龙色色花鸟化为真 我先替你们问一下九号吧 首先这两位先生的作品呢 然后我是看的不是太多 就是我个人呢 然后喜欢用墨 胡佩恒先生这张作品呢 可能更符合我个人的审美 它更朴厚一些 二位认为她说的话 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现在的想法 那水墨画的那感觉 它那种透视关系更好 这国画还有透视关系 对它那个远远近近的那感觉 明白了 是吧 娟德老师 我本身觉得我喜欢小动物鲜花 然后我觉得那个 莲博龙这个画我挺喜欢 您讲的娟德老师直作牙画 来 刘欣 首先我觉得这个山水画不好 为什么呢 笔墨用的太重 一看画的是什么场景呢 完全像一个在矿区中生活的这样一个场景 山上还有个转井横台 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煤矿 对 煤矿 不是 那个是工 煤矿工人的宿舍 对 你看看 娟德老师你听完她说之后 你现在有没有点坚定你的想法 我觉得她特别搅局 你觉得她说的一定是错的 我还没说完 我还画了个小鸟 对 你这还是个墨比的鸟 对 我这鸟看起来有点愤怒 阎波龙那个鸟就很慈祥 很灵动 很活泼 我觉得画上我的鸟会更好 好 你画了 她这鸟还能做游戏呢 7号画了一个鸟 5号写了一个硬 我们来听一下屡说屡错的杜先生 但是我特别反对刘欣现在的说法 为什么呢 传统的鸡墨山水光是墨 就全是生长在煤矿里人画的呗 对不对啊 这鸟比较平 就是这一个立体感叉 就是我们你看 画一个立体的那图形 你千山万水 都能在一张纸上表现出来 但是这个感觉就特别平 所以您也认为 胡佩恒这张对 我感觉这张好 好 2号都着急了 2号看到她爸爸那个店里 还有一张一样的 是吧 我觉得这幅画应该是画的是喜上眉梢 这种画一般都是放在家里比喻吉祥 山水画呢 就是由于他是一个蒙古人 蒙古人都比较奔放 但是他画的稍微有一些拘泥 蒙古族人都比较奔放 对 你看金老师 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是在上一期节目中 说的是 比较重要是字 然后我觉得 这个山水画的这个字和这个 最后的印章有一些问题 就印章没安排好 跟字没安排好 就不像大家干的事 是吧 对对对对 2号这个小姑娘特别可爱 很了不起啊 这个什么 7号的这个好像 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水画吧 从层次构图都挺好的 让他们一说跟煤矿 还有什么煤矿 你别受他们的影响 好 这都没矿没关 不要受他们的影响 好 两位接下来做出今天第三轮的选择 如果认为胡佩恒这一幅 莫比山水为真 请选一 如果认为 闫波龙这幅 公比花鸟为真 请选二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两位嘉宾的选择 娟子认为 闫波龙为真 霍卿认为 胡佩恒为真 接下来我代表 本栏目专家宣布 在这一轮里 描述符合事实的 这一幅画作是 是 胡佩恒 莫比山水画 恭喜霍卿 再加一枚星星 谢谢先生 谢谢先生老师 谢谢 那么这幅显然 不是 闫波龙 本人的作品 他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呢 请金老师为我们讲解 闫波龙 以这个 兼弓带写的 花鸟著称 过去呢 北京的大宅门里 一般都挂他的四扇屏 就是既耐看 意思又好 这张画 实际上真是 一眼看上去不错 但是呢 我们对任何的 画作 都要做一项一项的具体分析 我觉得 他的花卉 画得最好 可以得八九十分 快要乱真了 石头 也能得六七十分 落款 能得五六十分 勉强及格 有其形 而无其比例 不及格的是什么呢 不及格的是鸟 你要把它 画出它的灵毛 还要画出 它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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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态 还要画出 它灵毛 下边的 那个肌肉 和骨骼 这非常难 弄不好 就画成了一个 琴类标本了 像这三个鸟 你看 基本连琴类标本都不是 都胖的 可以说是需要减肥的鸟了 它们这有点像鸽子了 让它专家了 对了 您说的对 像鸽子了 而且呢 它的这个眼神的交流都不够 这个就不是一个 琴类高手的画法 我们就可以判定它为赝品 好 谢谢金老师 谢谢 我们也希望我们 我们现场早日能够 征集来 严波龙的真迹 还一次都没有 现在的比分是 4比2 接下来我们要来评估一下 胡佩恒 这张 这张墨比山水的价格 捐子老师 先挑一位高餐 这也 还是选9号吧 9号 比较靠谱 对 它好像在价格方面 挺不靠谱 我是容易 估高了 是吧 胡佩恒先生的作品 两瓶池 拍摩行 可能会给 大概20万左右 我满足一下 这个捐子老师的 这个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 他想让2号说一说话 2号别的不行 估价太准了 是吧 比方说这幅画 你父亲把它收到店里边 然后准备卖 不是 就是类似这幅画 你觉得会卖多少钱 13000到15000 怎么这么快就能做这个决定 我家有很多 都是我画的 回头咱们可以联系一下 一碗就行 一碗三到一碗五 给两位一点提示 接下来请两位 输入按键器 关键就是看你找谁买 所以9号你应该没事去 2号他爸爸店里看看 有很多便宜的东西 好 我们先来看 捐子老师这一轮 给的价格 来 18万5551 你看您这一脸 非常踏实的样子 我估计您就给了个 一万块钱 我们来看一下 霍青给的价格是 你给我高 我哪那么抠啊 十万多两位 差距非常小 这一轮两位嘉宾的观点 几乎不谋而合 我们来看一看 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排卖公司 和一家古安城 对这一件 胡配恒 莫比山水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十万元 更坚定的是 娟子 加一杯钻石 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 金老师请 首先呢 这个 莫比山水 这个 不代表不好啊 这个 古代画家 专画莫比 胡配恒这张画 自己就提名了 是 以丑端阳 用 清灰 莫景 两家法 清灰 就是王石谷 王辉 莫景 就是无力 四王无韵里边的 无力 专画黑山的 因为无力 是 专业的传教士 受到西画的影响 比较多 所以无力的晚年 画山 非常接近于 外国素描 但是中国的黑山 跟外国素描 有什么不同呢 它有笔墨里边 拿这幅画来说 笔墨非常润质 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 而且是经过了街表 但是你看 跟刚画的一样 那个山中的 湿气 云气 悦然 纸上 这就是画家的功力 这张画唯一的缺陷 就是没有射色 如果射个浅将 可能就会多卖 十万个钱 因为毕竟 这个 莫比的画 价格在市场上 还是稍微低一些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金老师 现在是4比3 就差一分 最后一组 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宝主认为 这是一件 民国苗街 山水文貌筒 底足可有功力 享款 造型敦厚 绘画色彩明艳 体现民国时代特征 宝主报价 五千元人民币 宝主认为 这是一件 唐代将幼瓷冠 酱幼又称子 兼幼 从北宋时期 至今都有生产 这件瓷冠 包加厚重 因为年间食用器 高28厘米 因流传许久 包价十万元 两件瓷器 虽都出身不高 但都深得 宝主喜爱 您来猜猜 哪件才是真的 最后两件宝物 请十位高餐 做出选择 有人写钱罐 有人画了一个灯泡 不对 是个江陆伞 有人画了一个博士帽 九号写了一个 不入流 但是十号写土豪金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十位高餐的选择 这是今天最难解难分的 一次高餐的意见 五人对五人 娟子先听谁的 八号吧 好 八号 八号写的是过于 做 做 过于做 这个话怎么理解呢 从我这个角度看 就是这个白色的 这个高的瓷屏 这个叫官帽筒 颜色过于的做做 颜色太多太杂 所以您认为 凭直觉认为 酱油这个糖袋的 糖袋的 简称糖罐是对的 对吧 好 好 霍老师选谁 选这个二号吧 挺狠 我觉得不能因为 他长得像唐代的样子 就要选他 选子再选一位 四号没发言 这个一号呢 就感觉长得歪七扭八的 就我在潘家园 那个市场上 见过这种很多 你等一下 我可以替你证实一下 十老师 潘家园是这种罐 特别多吗 这种罐有 但是呢 你得看 它是不是这样的 好 行了 谢谢 这长得挺像的 潘家园有 多就不一定是假的 是不是 谁敢说 潘家园是假货市场 是吧 十老师就跟他不干 对不对 是不是 瓷器只有新老之分 没有这个真假之说 新的这样的很多 您再选一位 我再选一位 选五号 您也选了一位 珠宝鉴定专家 对 好 杜先生 我就是 随说这个红台子上 这个有点歪起扭巴 然后吧 右上的也不均匀 对 然后上下 口跟下边的底儿 都还没有上右 右很贵 但是我感觉 越是做假吧 不至于做到这样吧 这个 关帽筒吧 我为什么画个降落伞 你看它上面那个凉亭 真的有点像降落伞 猴重脚轻 怎么看 怎么不舒服 卷子老师您现在觉得哪个对 帽筒我特别喜欢 真心的喜欢 您是帽子特别多 我是背这个画啊 这个绿色的 然后就寓意着春天美 特别美 色彩特别美 然后还有燕子在飞 然后再写上那个墨笔字 就构图啊 然后让你有一种春天特愉悦 就看着这幅画山水 那凉亭就是艺术品嘛 它跟生活中的那么实 反而倒不美了 不完美的才是完美的 它是一种艺术的夸张 对吧 就是说 霍老师您要选哪个 您打算选哪个 我打算选那个 那个 那个 然后那个唐朝的吧 唐朝那个时期还挺 那个时代还挺昌盛的 然后我觉得做的这些罐罐啊 瓷瓶啊 什么的 我觉得应该稍微讲究一些的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保主 来自陕西的李世军先生 和来自河北的侯长坤先生 有请两位 晚上好 晚上好 刘老师好 二位好 二位好 站在我身边的 您是 我是陕西亚安的 李世军先生 这件宝物是怎么来的 我小时候就一直在家里面放着 以后我的父母去世以后 就归您了 有人来 就想收购这个 我一直没卖 人家收购的时候 人家说愿意出多少钱 那个时候 就几千块钱吧 几千也不少了 是吧 这个 您怎么知道它是唐代的呢 我听好多人来 说它那是唐代的 就来看的人都说是唐代的 是因为您的名字跟李世冥就差一个字 那个 我对具体不太清楚 好 谢谢 这是您祖传的东西 在我左手边河北的侯长坤先生 您好 您好 这个功利详款是吧 功利详款 人名 人名 它这个江西画 就后在词上画这个画的 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 这么多年了 我就买民国的晚清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您精心收藏的一件宝物 就这个时间也不是很长 就是去那个行里转的时候 后来没调了几件 后来跟朋友商量不去 我们就走吧 后来人家说这屋里还有几件 你看看 我进屋里看 属这个漂亮 就这个好 那要的价钱也挺好 多少钱 这个播了老婆婆就知道了吗 不然不知道 请两位做出选择 如果认为唐代降幼瓷冠 描述正确 请选一 如果认为民国功利详款 苗金山水文冒筒 描述正确 请选二 我们来看一看两位嘉宾的选择 两位都选的是冒筒 果然是英雄所见略童啊 好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宣布 两件宝物之中描述符合事实的是 是民国功利详款苗金山水文冒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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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描述啊 跟事实不符有两条 第一 年代说早了 第二 是清幼不是酱幼 但是这件东西呢 不是现代 它是一件老的 我们学术界管这类东西叫什么 叫民间陶瓷 从这个明清一直延续到这个 就是现代还在生产 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调查窑址的时候 非常小的窑场 烧出来以后一看 觉得特别震惊 所以看着特别古朴 因为它是民间陶瓷的 非常有内涵 非常有深厚力的一个类型 所以这件东西 虽然它描述的年代早了 但是这件东西价格不错 你就按现在的市场价格 能卖多少钱 像它这个应当是几千块钱 也能有几千 谢谢杨老师 谢谢 刚才还说了 这是多少钱买的 还不能让媳妇知道 其实 这个还没批呢 没批就是说 先斩后奏 然后在我们这儿 如果咕了一高价 再回去报喜 是这个意思吧 您今天觉得它应该卖多少钱 五千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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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要的也不是太多嘛 是吧 反正这个就是先不卖了呀 如果有人出到一个什么价 你就愿意卖 两三万呗 好 谢谢啊 心里有数了啊 娟子 你不是特别喜欢吗 两三万 你愿意吗 嗯 当然我要买就觉得贵楼 十号来给个建议 八八八八吧 四个八 八千八百八十八 三号 你认为呢 以前我认为这个评论挺好 在八千左右 观点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决定今天 最后谁是本场的胜者的议题 娟子一会儿给出的答案 更加接近标准答案的话 就是五比五评 我们要加试题 要加试题 娟子老师 咱们能不能早点回去 咱们听听那个二号 这还得听专业人士的是吧 本场最专业高餐 作为一个藏二代 市场上卖的话 它是卖一个这个寓意高官嘛 高官嘛 象征你高官发财 所以它可能会卖的 比较贵一点点 所以我就我们家卖的话 卖一万一一万二左右 你们家的东西 真而且物美价廉 是不是 谭大师 不是 我不是问您 您觉得它多少钱 您猜一会儿谁赢 拿走您这就是奖品 我估计一下 应该是美女胜 好 谢谢 两位请输入你们认为合理的价格 请 刚才谭先生认为 娟子会获得今天最后的胜利 我看这个预言准不准 我们先看娟子的 好吧 娟子的出价是 8555元 8000元你卖吗 8555 要是这个美女老师 可以谈 可以 如果是这位帅哥老师 那是鲁肃是吧 鲁肃 对 可能 反正刘备借了 荆州也没还是吧 就是他闹的 发了点军想是吧 那得多要点呗 你给一万块钱吧 我们看他是不是给一万块钱 好吧 霍卿老师给的到底是多少钱呢 请看 他比他海口 他比我这 去单车走吧 5405元 好 决定今天最后结果的重要议题 我们来看看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丸城 对这一届民国功利享款 苗金山水文帽筒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8000元 谢谢 娟子加一枚钻石 怎么又是我 赢了呢 不是你没赢 你平了 你平了 你争取到了一个赛点的机会 俩加一块你都不乐意 我估计 谢谢您今天拿来的这件宝物 它没有成为最后一题 祝您开心 谢谢 再见 我们在研究最后一题怎么考你们的同时 我们请杨老师来讲一讲 8000元这个估价是怎么来的 杨老师请 像这样的冒筒 如果是一对 民国的在市场上就是那个二号高餐说的一万多块钱 但是这个比较特殊 它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 上边写着这个功利祥 功利祥是当时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生产帽筒的一个作坊 就是人家有自个儿的品牌 第二 它的这个彩 有研究价值 你看它这彩比当时同期的 什么粉彩 浅降彩 什么这个颜色都鲜艳 引进了国外的一些新的材料 到现在那个颜色仍然鲜艳如故 所以它在这个研究景德镇陶瓷 这个颜料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个从我们那个收藏品来说 这就是一个重要增值的一个原因 谢谢 在我国制祠历史长河中 彩瓷的出现结束了漫长的南清北白的一统局面 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色调 很多古代稍造的瓷器 在长达百年的流传过程中 保持着色彩风韵游存 那么这些瓷器上的色彩为何能够历久弥新呢 彩瓷分为右下彩与右上彩 青花是右下彩的一种 斗彩 五彩 发廊彩 粉彩等都属于右上彩 右下彩在瓷胚上上彩作画 然后入窑烧 颜色被锁在里面 可以起到长期保存的作用 但是右上彩是在施用入窑烧制好的瓷器上加以彩绘 色彩保鲜自然就离不开绘画用的颜料 从前世皇陵上色兵马俑就能看出颜料在很早前就被充分运用 瓷器上的颜料也是 最早使用的是我们的国产颜料 以青色颜料为例 浙江出产的青料 江西本地出产的土料 后来进口了中东的苏麻离青 蓝中带紫色调鲜艳 但仍属于天然颜料 清朝暮年 欧洲人发明的经过工业提纯的颜料传入中国 就是通常说的化学颜料 这种颜料有两大优点 一是橙色统一 稳定 二是颜料颗粒细小 方便绘画 使得清朝以后的彩绘瓷器 经过岁月的百年洗礼 色彩历久迷新 两位打平了 我们最后有一道题目 我们会选择你们两位之中的一位 来回答这道题 答对 他赢 答错 对方赢 你们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 谁打 霍老师 我们大男人要承担这个责任 如果您答对 您将以6比5获得今天的胜利 如果您答错 这一分就是娟子得的 他将会获得这样的一块 男红玛瑙的吊转 题目就是 请问今天这件奖品 使用的男红玛瑙的产地 来自A 四川 B 云南 请作答 云南 你确定吗 确定 来 我们请上大师 谭小龙先生请 霍卿先生回答了我这道题目 他回答这块南红玛瑙的原料产地是 云南 请问他的答案正确吗 他的答案是 错的 这是四川的 这是一块来自四川 凉山产地的南红玛瑙今天最终获胜的依然是娟子 恭喜娟子 谢谢 谢谢霍卿老师 谢谢 谢谢 请娟子上台领奖 有请他的同班同学霍卿为他颁奖 好 来 有请 好好好 请谭大师 哎呀 好 那个谭大师 谭大师你现在应该也很兴奋 你今天成功地预言了最后的结果 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我很开心 因为我带来的这件作品呢 因为它很美 它一定会配美女 好的 感谢各位收看这一场的一锤一锂一 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作战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 谢谢三位老师 辛苦了 谢谢 也谢谢十位高参 谢谢电视机间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